我們看第二題 它有一個等軸雙頸線中心點在負義2 且另外一個焦點是2 那麼這個等軸雙頸線為何 這個等軸雙頸線我們可以寫成多少呢 因為它這個Y座標一樣 所以它這個貫軸是在平息什麼呢 Y座標的線 事實上是Y等2的那條直線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 是那個A平方分之多少呢 是X加1的平方 減掉A平方 因為它是等軸 它就是Y-2的平方 這等於1 現在的話 C是等於多少呢 焦距是焦點到達中心點的位置 的距離 C留在多少呢 2減乎1是3 這樣我就知道 C是等於A平方加1平方 A跟B是一樣的 A跟B是一樣的 所以是A跟它2 也就是說 A是等於跟它2分之3 好 那這樣這個就算出來 這就是X加1的平方 這就是X加1的平方 這平方 就是2分之9 減掉呢 2分之9 Y-2的平方 等於1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的話 我2拿上去 9拿到這邊 2 這個是加1的平方 減掉2 Y-2的平方 等於9 這就是答案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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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2